从前,有两只吉娃娃,一只大狗三岁,另一只小狗六个月。 大狗一直都是家里的宠物,而小狗是从小远地方坐飞机来到这个家庭的。 当小狗第一次来到家里时,大狗对它不太友好。 小狗也不知道如何与大狗相处,因此经常欺负大狗。 但是,大狗的脾气非常好,总是宽容地对待小狗。 它会让这小狗,让它分享自己的食物和玩具。 并且经常让小狗占据自己的床铺。 尽管一开始大狗对小狗有些抗拒,但是它很快就接受了小狗,并且与它成为了好朋友。 它们一起玩耍,一起嬉戏,一起探索周围的环境。 它们的友谊让家里的人们非常感动。 然而,这段友谊并没有持续太久。 当小狗已经八个月大的时候,主人告诉家里的人们,小狗的真正主人在等它。 并且,它们必须把小狗送走。 这个消息让大狗和小狗都感到非常沮丧。 它们开始变得非常黏在一起,好像知道它们的时间不多了。 它们会一起睡觉,一起吃饭,一起玩耍。 最终,小狗被接走了。 大狗感到非常孤独和失落,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 它开始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小狗的回归。 但小狗再也没有回来了。 虽然它们只是短暂地相处, 但它们的友谊会一直留在大狗的记忆里, 成为它的一段美好回忆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